我经过了多个人的短二方奖 作为台阶友在过程中的大 不小 我将会进行 二十三年 把我的奖 就说通如少年 回来成了老师 其实出走半生 回来分享我的所知 我就想告诉学生 你就像当年呢 老师有点团围 有点迷茫 有点一无所知 其实只要专注 每人都是大事 其实我拍这条视频的一个初衷呢 是因为我们忽视一中 马上就要进行一百二十年校庆 我就正好把我当初在一中上学的时候 参加了一百年校庆的这一段 表演节目的视频就发出来 很多评论 说这个屠龙少年 忠诚恶龙 我其实不太认同这种说法 我更愿意说 我这叫出走半生 回来仍是少年 其实我是想用这段视频呢 告诉我的学生 老师和你们当年一样 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惑 对学校的一些管理方式不理解 所以我也是想拿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 去告诉学生 你们应该在自己最青春的时候 把你的专注度集中到学习上 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网顶 直播ckehas